为何这位古兽如柴的散打王当场抽搐不止 究竟发生了什么 连医生来了都救不了散打王的生命 还需要武术大师紧急进行解穴救命 点到心脏这儿了 来来来来 让霍师傅 来 进行这个解穴的一些动作 来进行这个活血 来医生 我估计医生治不了这个病 这一切的原因就是起源于一个点穴 就是这一个点穴差点要了散打王的命 使用者就是点穴传人霍燕山 祖祖辈辈都是依靠点穴功夫维持生计 由于霍家在清流县常年积累的人脉 再加上霍燕山的一手操作和聪明的经商头脑 成功担任了清流县武术协会会长一职 注意看 身后海报上明确标志了赞助方式谁 清流武术协会这六个大字十分耀眼 一共有三个机关单位 其中有两个都与清流县有关 不管这场比赛是真是假 只要能弘扬中华武术都值得表扬 然而这位散打王却是大有来头 看来清流县是下了血本 才邀请到了这位古兽如柴的散打王 不知道是不是霍燕山的徒弟冒充 还是从哪里随便拽过来的一位大学生 或许这场比赛是大赛开始前的搞笑节目 再次的声明啊 霍家点穴点到了之后啊 如果不给你解穴的话 全身抽搐 后果自负 赛前主持人的一段说辞 已经说出了散打王等会的下场 被点穴者全身抽搐 要是救助不及时的话 随时会有生命危险 话就不多说 来让我们欣赏一下霍家点穴大战散打功夫 请长按三秒点赞比赛开始 霍燕山率先摆好架势来回游走 然而散打王也算有点真材实料 面对来回游走的霍燕山 散打王直接冲了上去 结果霍燕山点穴点错了位置 并没有直接把散打王旗卫华放倒 这个铁头功没有那么完善的训练好 就仓促的备战 然后以至于被KO 这一场是由 这个厦门也是堪称网红的 这个散打王之称的 选手啊 对阵我们清流本土的 货家点穴这个船人 怎么跟闹着玩一样 霍燕山虚晃一下 棋卫华后撤一下 不管霍燕山实施真动作 还是假动作 都能下注棋卫华 由于霍燕山在本地的名气 非常庞大 散打王也不敢轻举 妄动大洞干戈 哦 看来这个 哎呦这个 这个点穴的大师 不光会点穴啊 不知道棋卫华是 散打王还是摔跤手 打着打着就实施了 一招下前暴摔 说是接腿摔差点功夫 说是暴摔也不全是 总体来说 39岁的霍燕山 能站在擂台上将 霍家点穴融入实战当中 也算是为霍家点穴 做了点宣传 还有也可见 我们这个红方的这个霍之后 在这个当地人气也是颇高啊 现场这个加油柱威声 也是一浪高过一浪 相信现场的观众朋友们 你们如果喊得极致啊 这个对霍师傅这个初点穴 会更加的有助力 两人开启了六弯模式 中间隔了大概有两米的距离 不知道霍燕山的手指头 有没有一米长 然而其卫华就像是静止了一般 往那一处跟个二愣子一样 霍燕山师傅啊 年龄将近40岁了啊 也是武术协会的会长清流 那这一次估计勇气在内战上 第一次实战 霍师傅你觉得 第一局两位发振 被踹飞的霍燕山瞬间来了火气 踩着小碎步就冲进了齐卫华内围 不过齐卫华已经准备好了迎战姿势 其后俩人展开了正面对抗 打完进攻之后毫不犹豫实施了一招下前爆摔 也不知道这是自由搏击比赛还是在咋耍 爆摔也算是一门武术嘛 霍师傅这种这个卸劲啊 包括这个带摔啊 这些动作做的还是真是非常的到位啊 是的 把传统武术的一些东西真正的也是体现在擂台上了 县长呢欢呼声很高靠啊 再来一次好不好 别看霍燕山才39岁 其实体内已经融合了自由搏击和太极功夫 还有霍家典学招式是融合中国功夫招式最多的选手 齐卫华二话不说直接实施爆摔 倒地之后也是搂着霍燕山大腿不撒手 看来齐卫华之前是一位MMA选手 对这个霍师傅这个功力的开始 第二回合开始了 被折磨三分钟的齐卫华有点摆烂 连拳头都不想举起来了 也不知道齐卫华内心是咋想的 是不是赛事方就给了打一回合的钞票 第二回合的齐卫华开始有点不配合 霍燕山也是心知肚明 感觉钞票有点给少了 不装了摊牌了 霍燕山的点穴功夫就是那么强 被点穴的散打王直接倒地不起 全身抽搐不止 就跟主持人赛前所说的一模一样 霍燕山的徒弟急忙上台搀扶 看来散打王并不是一般的小师弟 还有可能是他们的大师兄 庆祝完之后的霍燕山开始为齐解学 要是慢的话 齐卫华随时都有生命危险 他也是不断地在击打他后背的一些大穴 来医生 我估计医生治不了这个病 现场朋友给我们来自厦门的选手 来掌声好不好 我们这个厦门朋友可能也需要一定的时间再缓一下 就完齐卫华之后 裁判宣布比赛结果 霍燕山获得了比赛胜利 成功把霍家点穴在类台上演绎了一番 在颁奖之前 霍燕山还给大家表演了一个武术杂耍 身后的杨卓属实有点害怕 真怕霍燕山一生气给杨卓赖一个点穴 还在传动武术 来 谢谢有造诣 虽然这场比赛有很多观众质疑霍燕山 但霍燕山在赛后做出了回应 不知道大家对此怎么看 是蹲着看还是躺着看还是蹲马桶看 请在下方进行留言讨论 大家好 我是霍燕山 这幅传套就是我比赛用的传套 比赛之前我把这个剪掉了 是分子全套 我带给大家看 为了能在比赛当中发挥点穴作用 效果更好 我就把它剪掉 两副 你看 这边也剪掉了